張瑞庭的家人一直質疑兒子被屯門醫院安排做白老鼠 經過連日來的交涉 終於獲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妍接見 他們手持兒子的遺照向梁柏妍表達不滿 包括為何要到事後才知有來自美國的兒童脊椎專家彭教授 透過手術做示範教學 更加有現場錄影拍攝 他們質疑遠方是為了遷就外國專家令兒子成為犧牲品 家屬在會後見記者 形容對這次的會面感到極失望 批評醫管局沒有交代事件 有沒有涉及醫療失誤 仍然未得到一個正面的答覆 全部都要等候他們答覆 梁柏妍在會後就首次承認 醫院在拍攝前未經家人同意犯錯 我們先前溝通來說不是今次是教學用途 而是我們說不會因為手術沒有這樣的需要 而純粹為了教學 即經驗分享或教學用途而做這個手術 通常我們在香港有多情況下都會有機會這樣做 即是有些外國專家來做手術等等 都會在這個情況之下分享學習 那這個都是正常 他又再三強調 不會因為學術原因 醫院進行不必要的手術 我們做手術一定是有個需要性去做 那麼手術的過程裡的情況下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但不會因為純粹為了做手術 而做一些沒有必要的手術 而為了一個去學習或分享經驗 這件事我們大家都明解 我們這本局都不會這樣做 至於今天他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拍攝的過程裡的時候 有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意 我和劉醫生都確實過 今次我這件事完全是承認錯誤的 即是說拍攝的過程 是當日我們跟他說的時候 是未經過家人的同意 這件事我相信我們是承認這方面的責任在這裡 13歲男童張睿婷因為頸椎移位 手術之後拔喉 出現罕有的病發症 呼吸困難 經搶救無效之後死亡 家屬說 因為懷疑兒子有睡眠窒息症 而在7月求醫 但8月做手術 質疑手術沒有必要性 又要求遠方收回早前報告指 病人有機會是病發症死亡的言論 認為誤導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重報導 道 好 好